十一假期过后,酒店机票价格均有不同程度回调,错峰出游迎来最佳时期,其中银发族出游订单迎来显著增长。 11月6号,记者走访北京多家旅行社线下门店,前来咨询预定的银发族络绎不绝。 这阶段给拖开,保证旅游的品质,吃的住的我都觉得稍微好一点。 国庆节以后,从10月8号到14号又是重燃节,所以50岁以上的银发族人群的订单量是明显的上升了。 同比2023年增长了近两成吧,1月到10月份,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同比增长了26%。 高于普通的我们的常规的这个年轻人群,银发族的话大概占到80%以上的这个课题群体吧。 每年的10月下旬到12月上旬基本上都是我们银发族出游的比较集中的时间。 今年可能更明显一些,从近期的平台数据上来看的超过七成,大部分都是银发族我们的中老年客户为主。 从出游目的地来看,11月后,随着天气变化,北方候鸟老人陆续启程,更温暖的目的地受到银发族青睐。 此外,出境游也成为热门选择,相较于年轻人的特种冰旅游,他们更爱深度体验游。 旅游的地方主要是国内以辽休养为主,然后像海边度假呀,然后那种连住的酒店呀,泡温泉呀。 国外的话,他们可能会选择产线的多一点,比如说今年的邮轮,然后就是南极北极,然后就是南美这些国家的一些连线全景,大全景的多一点。 我们的这个银发族的老年客户呢,可能更倾向这种形成比较平缓,然后体验感比较足的这种产品。 他们可能我们一般会考虑几项因素吧,第一个价格,其次对于天气,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。 因为现在北方天气比较冷了,他们会选择一些这个反季节,比如像澳洲,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是我们目前的银发族主要选择的一个目的地,另外还有国内的三亚,也是目前比较火的。 综合来看,银发族游玩时间长,出行距离远,也更愿意为品质旅游付费,已然成为淡季出游的主力军。 银发人群在旅游消费支出中超一半的费用用于购买机票,这一比明显高于其他年龄到的人群,同时银发人群也更偏好高级的一型酒店,比如四星五星级酒店及其他的繁星,更愿意为旅游的品质付出费用,形成更加的自由,银发族已经成为旅游海里值得关注的一个群体。